粉丝又要新鲜豆角了 公公婆婆来这里摘 很结啊 粉丝要30斤 把粉丝摘 现摘现祭 哇好小一根泡酸的 豆角真好 快搁和了 是我公公种的田 的稻谷 很好很茂盛啊 别串串 来啦伯伯 别串串 吃起来吧伯伯 我还没事 大家好我是二鸭 那么快到七月半了 我婆婆这边是提前抱粽子 今天是初六 这边的风暑就是这样 这么快就把这个咸蛋黄弄好了老公 天啊 啊 这咸蛋黄拿包粽子哦 包粽子吃 哇 给小宝吃啊 鸡蛋 爸爸帮你弄了鸡蛋 不烫了不烫了 好了过来了 不烫了不烫了过来 啊 婆婆在撑这个糯 这个糯米是 是我公婆家自己种的糯米 这个是香糯米啊 很好吃的 老婆 哎 我的炒芝麻 你的炒芝麻 你的炒芝麻 你怎么像个家庭煮男啊 哈哈 好香的哦 我看一下 哦 这芝麻香哦 这芝麻倒进去冲对吧 对 我不用体验了 还是你来冲 这个东西我没没冲光 哈哈 不然娘也在包粽子 看这不娘包的好漂亮一个 这是四角的 这个是三角的 这个角好直啊 很好 要紧 你看奶奶搓糯了 你看这个糯 好香 好像越重睡就越香 这个 大爷 可以 现在开始洗这个粽子叶 这个粽子叶 这个粽子叶 我们买的都是比较大脏一点的 是我公公婆婆买的 现在是切五花肉 然后准备一些五花肉切块 两公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那刷一会儿炸的 那刷一会儿炸的 放苏打 小苏打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放入豆子 这个这个豆子很香的 嗯 是这种豆子 搅拌均匀 五花肉里面放点盐 搅拌一下 倒入芝麻 搅拌均匀 然后再和五花肉把它给拌起来 搅拌均匀 嗯 今天包八斤糯 哦 本身是包五斤的 我公婆说多包一点 叫我拿去给我娘家妈吃 你好了 然后就包了八斤了 我娘在这里帮我包一下 你那么会包 你帮我多包一点哦 但是我不会包 别教一下我哦 你看包的好漂亮 看到了没 这个脚又直又美观 哇 我把这都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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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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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伯娘建议一下 看一下好不好够 我够的 喝不喝哥 看下我伯娘好会包的 把三角种啊 包三角种啊 老公就负责剪 把这个馅剪掉 包的很好哦 这三角种 好漂亮一个哦 这个包给小宝吃了 这个尖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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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 成本大 看一下板栗 两种豆子 糯米 绿豆 五花肉 还有这个 咸蛋黄 都是三角种的豆 这个是小种子 小弟弟吃的小宝 两片叶子叠加 然后再弯一个弯弯 弯成个漏斗一样 放糯 放板栗 放一块五花肉 放一勺绿豆 放了板栗的 就不放咸蛋黄 我们有两个口味 最上面再放一点糯 盖起来 然后再把这个叶子翻过来 盖住这些糯 两边嚼着要盖啊 然后再往一个三角形 一个角 好 再用线草把它给细起来 紧一点这个线草 好 拉紧之后 再卷起线草 现在把这个多余的线草 剪掉 好 就这样 这我包的三角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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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钱大哦 好吃 小宝吃这个 吃这个尖尖 为奶奶吃 今天我爹爹好乖 好好吃 这个嘴巴 我干得了 好大一口 我们的粽子 有板栗 很粉还有五花肉 芝麻豆子 绿豆 很香了 料很足 这个好贵 这个板位 而且自家 我公公家 种了这个糯 很香 这个糯不脏液 薄开就是很光滑了 喝奶奶 这是咋酥的粽子已经捞出来了 还有一锅再煮着 总共煮两锅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百块钱 老公 上次我帮爸卖这个豆角的钱 然后六百七十三块五毛五 我就给七百给爸 因为爸他天天买菜也花钱 我在这里吃饭 也吃着爸的钱 他两老年纪那么大了 给个七百 六百七十三块五毛五 我就给七百 但是一港元 真的是 我到时候那么清楚干嘛 不用给他领导的吧 哟 哪有不用给啊 这是爸种那个豆角很辛苦的 种了豆角不容易啊 他去批发 半夜去批发很辛苦 这个是我粉丝买的 要谢谢我的粉丝们哦 这么支持 支持我 那你给他他也不一定要 我每一次给他他都不要 都推了我好几次 我都硬塞给他 这一次如果等一下我给他不要 你要就很要哦 啊 那你也不适合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就先给他七百 然后的话 等过几天 过几天 然后 我又给点钱给爸买菜 这个是卖豆角的钱 都给了几十块而已 哦 那你吃一下吧 那我们去给他吧 好 好吧 好 老婆好了 老婆真好 老婆真好 辛苦了 嗯 那老公也好 嗯 走 我们去给 去给爸 走喽 收费 走 走 你看 走 买的 买到 说 如果 我七十三 快 havu 那我都没吃过了 一天 还起来来来来 薄的 你妹妹我都扣了呀 我买一瓶我就扣一瓶了 口网没有口网 到时候我给钱钱都花得了 我就买一瓶口一瓶钱 我没口网 应该 他们辛苦这么多 今天买钱不要花钱 哥哥我们别买了 干嘛呢 给你幸福钱 幸福钱吧 好 嗯 卖豆角的钱已经给我公公了 他已经拿着了 天天买菜也不容易啊 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了 感谢网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心 谢谢大家 拜拜